236. 蘋果日報 續跑書內地股市 2015年7月15日財經要問B01表現訊息 內地股市週一彈升2.4% 作則回吐1.2% 為早前增報復性反彈的三大港上市的A股 E.T.F. 指數買賣基金 週日升幅普遍介乎0.3%至1.3% 及至昨日跌幅則在2.6%至2.9%之間 以連續兩日跑書A股表現大落後 主因是要基於追蹤的指數均主要持有內銀及內險等重磅股份 而中央近日特市焦點已轉至世界價股 重磅股全線無運行 均6折讓目前三大 E.T.F. 股價相較每股資產正值Naf 亦齊齊綠得折讓 南方 A50 2822及華夏護深300 3188分別折讓0.7%及1.5% 而安石A50 2823更折讓10.2% 湖中指近兩日的升勢幾乎全靠2.3線股支撐 至於三隻E.T.F.目前的重大持倉均為平保2318A股 其餘為招行3968及交行3328A股等 昨日相關A及H股均暴跌2%至3% 其餘重磅股如中鐵建1186A股均暴跌近一成 因此拖累E.T.F.表現遠信胡宗子 是負資產董事總經理尤浩然認為 E.T.F.是反彈史但欠缺焦點的選擇 投資者要再拖E.股未彈夠 可考慮受惠E.股投資收益上升 兼上半年保費收入理想的平保 同樣是追蹤E.股的替代選擇 兼上半年保費收入理想法 兼顧潔 兼顧潔 兼顧潔